民間區的民上路是市区統翁千八家重要的道路 不時都會出現這麼多車両在這裡出出接接 包括因為這個路面很快有個地 家中都是路走的路段 所以這麼多家宿地都開了吃進 甚至是車過了80公里 也說這段路段是最多的發生車合意外 對主南東官議員郁公甸 就請關注警察局交通隊在五個月下 並且要求來設立立超速的協商機 車両一台再過一台 而且速度更快 有時尊夠大台車出入 若是一部生意就會發生交通意外 民間區民上路是市区統翁千八家的重要道路 不時都會出現這麼多車両 若是剛才禮拜加級 無關市UK禮拜 數量會更加多 雖然路邊這麼快 不過路跌 還有擔拔車 家宿人一部生意就會出現超速的狀況 這個車両量也非常多 尤其在我們的修天宮高雄機的時候 大台車和油浪車非常多 我們這台路跌 現在又大條 我們附近的機密出現 這個生命安全 造成非常非常危險 經濟高通隊技術 民上路的車後比例非常遠 在關來道路白名當中 白日經濟名 其中還有這些事故的宿舍 都是在地的機密 對此 南道官議員有風達 對要求交通隊設立起勝機 交通隊在第一時間 也跟議員提供行動會審 並且針對議員的建議 做了上任的評過 會審的結果 我們認為說實在還是為了考量到民眾的安全 還是有必要增設固定感的要求 所以我們原則上在最近的期間之內 能夠快速地把它增設固定感在那個地方 那在還沒增設之前的話 那我們現在以移動式的超像感 來做一個取締超速的動作 關完共調 設立起勝機 最主要是要給家蘇林 將車速辦個班 給車好的比例的感覺 票邊數個發生 當時交通隊也好有民眾 並且上路的時速限制 只有50公里 全數有規定 才不會造成一彎 現在我們上參謀度 稍後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